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要带您来关心 柯文哲之前花了4300万买了商办 那这个争议持续的延烧 虽然说民众党拿出了买卖契约 但是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他质疑说上面的61万 和实价登陆的4300万 这个差很大 他问是代数搞错呢 还是柯文哲真的低价买入商办呢 那我们就去问了专业的房仲 那其实说现在业界来说 分成工器和私器 那工器的价格是报税用的 并不代表买卖双方的成交价 而实价登陆行之有年 也有累罚的法规 如果登陆价格偏离行情 也没有办法顺利的登陆 基本上不会有人铤而走险去造假 问者花重金买下济南大楼三楼商办 根据内政部实价登陆网站 现实这商办总价就是四千三百万 但对比民众党拿出的买卖契约 外界最关注的价格 却是六十一万两者 天差地远 这也让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 王毅川执疑 难不成代数实价登陆出了错 柯文哲花六十多万商办就到手 虽然实价登陆有可信度 但民众党秀出的契约书 没有让商办争议搞一段落 六十一万不代表 你们是四千三百万成交 那到底多少钱成交 要拿出私约 金流呢 还是没有交代啊 在实价登陆上面写得非常的清楚 那陈佩宜及医师 他现在所有的存责 全部都被剪掉扣走了 那陈佩宜及医师也说得很清楚 他会再去网营那边去申请 千万商办出了金流争议 外界也关心有没有和金华城扯上关系 二零二二年十月金华城合法建照 后续又有周刊爆料 柯文哲的随身碟资料 记录着小省一五零零省庆金 大家都在猜这一五零零 究竟是良人见面时间还是金流去向 而今年五月十号成交的千万商办 也一度被质疑是金华城案的后泄理 现在急需厘清的 就是这一五零零的含义 柯文哲的各项争议 蓝绿白持续交锋 炮火不停歇 华视新闻科华名省立荣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庄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